大家好,我是阿昌 接著今天就講一下電箱 究竟如何訂購多少位的鍵箱呢? 首先我所謂要多少個鍵? 第一個就是個總鍵,你看到大大顆的 啪上啪下那個,那個佔兩格位的 接著燈就有兩條,為甚麼有兩條呢? 就是因為基本上我的工業質量要求就是 可能假設其中一組壞了的時候 有另一組給你支撐住 所以燈和插鬚都是會分成兩組的 接著又是冷氣機 接著這個就是煮食爐 接著插鬚一直是廳的,一直是廚房的 又是假設你其中一樓,譬如廳 不知道為甚麼一條線被人做你手腳 弄得你穿不到呢? 你都可以暫時用廚房先等別人去維修那個 還有大家經常看著那個鐵箱 如果這樣,其實你看到Fuse的負載量 你就已經猜到它是甚麼 首先通常呢,總鍵那兩個最大 通常是60或者80A 你們那些可能說,A不是A啊師傅 記得我主要是拍給一些入門級的人士看的 所以那些正字就不要… 正確的字就先不要研究 然後燈又分兩路,通常燈是10A 所以你一看到兩個10A的跳躍 一定是燈來的 然後後面那些冷氣機、煮食爐、浴室寶 通常一比就比20 所以你看到它寫20那些 就都是這些特別的東西 接著插鬚就有20 有32 而你看到通常,但它的樣子是不同的 我們這些叫老鼠味 你如果要上網找就找 叫RCBO那隻 它就有一顆綠色的膠貼 即是你可能拍下來的時候 關掉的時候 有一顆綠色在角落頭位 拍起來的時候 綠色那裡變紅色 那是象徵它有那個流電跳路劑的 即是假設那些電不知為何 有人捉電或者不知為何 黏在其他地方 有些電 因為電線我們是一出一入的 兩邊的數目對不回 它就會跳掣的了 然後另外講完一樣 又是比較中攻向的 就是環形線路 可能那些聽名字很厲害 環形線路 2-way制,10字制 聽名字嚇死你這些 但其實你懂得看很簡單的 第一,什麼叫環形線路呢 就是通常我們32這隻 就是用環形線路的 還有這些插數 我佈電的方式有幾種 A1,A2,A3 A1就是手拖手那隻 不過條線就用右一點 就用2.5mm的 A2就用4mm的 A3就用2.5mm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環形 所以已經是2乘2 那它有什麼分別呢 根據法例要求 在200呎範圍內 用這個A1方法 就可以報 法例不會管你用幾多個的 它用這些範圍的 這個是200呎範圍內 這個是500呎範圍內 這個是1000呎範圍內 所以你見通常 D師傅一起手 就用A3穿環形線路 就是因為比較簡單 至於什麼叫環形線路呢 就很簡單 電線一個圈這樣 譬如這裏 這個是插數 拖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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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只拖手仔 就是A1,A2這種 我們要放射式 環形線路就會這樣 返回到MCB箱裡 這樣完成一個圈才返回 我們就叫做環形線路 但你發覺 我看到師傅不是這樣穿 師傅說穿什麼梅花間竹 什麼什麼的 我想你不是這行的人 已經吃了雞 不過我只要先說一下 如果怎樣穿梅花間竹 就是因為這裏 它最大的問題是做一條喉 兩條喉 做兩條喉做多東西 我們是怎樣可以在一條喉 裏面做完這個環形線路 就是這樣出來 去一個按鈕 這個就不是停下了 去第二個按鈕 然後兩個互相這樣跳 跳跳 只要是一個按鈕 兩個按鈕 三個按鈕 四個按鈕 去到第五個按鈕 沒有了 這個就這樣跳 你這樣的線是這樣跳跳跳 跨過 然後向這邊又跳跳跳跳 這樣又形成了一個環形線路 我盡力了 你們明白就明白就算了 理論講解到這裏 接著實際操作 怎樣宣傳環形線路呢 譬如以這 一二三四五個按鈕為例 然後牆的背面就是那個 MCB箱來的 那你MCB箱就出兩組線 一出來 這個不要計 因為這個是主席路來的 這個是獨立線路來的 然後這個就是插數 你的兩組線一條 就出向這個位置 我有沒有開機 第二組就出向這裏 對 兩條線出完之後 你們想想 我跟著那組線要怎麼穿下去呢 對 哪兩個蘇戶相處 你們想想五秒 對 然後這裏 另外穿一組線 就去到這裏停下 然後一組線 就由這個洞開始 去到這裏停下 然後這個洞 再出一組線 跨過去這裏 這個洞再穿一組線 去這裏 就完成了一個環形線路的穿法 但是這個是非常好吃的方法 因為這裏三個鋼 當你發現那些插數 開始越推越開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會讓那個洞 實了 想不到怎麼穿的 不過總之記住 基本原理就是 互相跳濕 跳濕 跳濕 你就會記住 怎樣去穿的 另外由於 我買了一組線的關係 所以就要裁線 什麼叫裁線呢 就是 我要預好第一條線 然後剪掉它 然後才可以再加第二條線 讓它兩組線 在同一條喉頭穿下去 首先通常買 MCB 箱道 我們預算這麼長 去埋箱的 尺多兩尺左右 然後你又跟著這條喉頭 這樣去印一條線的長度 你會發覺新樓的這條線 斬製的時候很短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斬製的時候 真的會扯多一下 然後剪掉 剪掉 剪掉頭頭尾尾尾 就拿去賣 那你加一加賣 就 夠餐茶的了 比如說我現在遇到這裏 我就 去到這口 可能會扯到這麽長 看著那棺子 正在關小1個 就剪掉它 接著這裏有三條線 就紮好去這裡 接著再 捲一下它 这里要扎实一点 而且这些线头会互相挫开 如果你再多一点线 就要剪斜口 我通常穿这些2.5线 就这样穿6条算数了 但是教我做电灯的师傅 他很喜欢这些线是算得尽的 一条这些20线 他是穿9条2.5线 或者是穿12条1.5线的 所以每次跟他拉线都很拿命的 我穿这些基本上 我一个人都拉到 但是我师傅穿的那些 是两条人都穿到面容扭曲 穿到线都都伤了 我先看一看箱 这个就做好箱 我就要在喉嘴上穿条线下去了 你看到这个就是入屋的位置 我这个做法就是先下了个底箱 也做好泥水才安装面箱 因为这个屋主 最重要是所有东西都讲求要可以维修 就是简单来说 我现在这种做法 你可以连电箱都好 你觉得不喜欢 都可以整个箱换我的身 当然有些人就是不喜欢 箱子那么厚 但是这个屋主 最重要的东西是有得整 全线大线 我已经抽了一个 然后我们会这样开一个小线头 穿在线带中 再加少許KY KY只是我叫的 專業人士也叫這裏 3M 串線高,剩下的那就是英文,我就不吃了 總之就是用來螢幕的電線 有一次試過有一個祖國的同胞 因為以前還未封關之前 裝傢俬基本上全部都是大陸師傅 拿著旅遊簽證過來裝的 有一次我在外拉電視 他又在這裏裝傢俬 他就在這裏說 哇,你們這麼笨 我買一枝洗潔精10元,又不用 你這枝幾十元,又這麼細枝 對了,當然 我和屋主在在這裏笑而不語的 因為 我們為何要用串線高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用油那類的東西 就會令到表面加速硬化 潔洗潔精 就不知道會不會了 不過呢,所以我們就 用回一些 有證書 證明它是不會令到膠喉 有些電線皮老化的 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的東西 一交給國內 他們太聰明了 所以經常會用這些聰明的方法 就是很容易履試的 還有你看到我拉線呢 其實拉鍋是最不需要技術的 這樣撿住味道才有技術的 因為這條線如果這樣垂下了 你前面怎麼拉呢? 都是拉不動的 所以這些一個人 同時做兩個工作呢 你就要撿順它了 就是了 接著這一條 遇到這個長度 接著就可以剪掉它 是了 剪完之後 接著這一條 我就又要遇到一條 從這裡 到這裡 接著就穿上去 接著再遇到一條 從這裡 到這裡 接著又穿上去 接著再慢慢穿上去 聽不明白呢? 聽不明白正常的 對 到你之後做這行的時候 你就明白了 好了 今天的穿線 講到這裡了 好就是這樣 拜拜